她结婚了18年的丈夫出轨了 然而双琴却告诉我们 他们的夫妻感情并没有破裂 虽然丈夫一直没有回家 然而坚信夫妻感情没有破裂的双琴 就这么执着的坚持着 照顾公公婆婆抚养这两个孩子 我就打个公公 公公两个上学 约了父亲的就 那她出去的两天 她爹娘她也不管不过 不过 婆婆去年就是她都没了 都没有回来 我把她搬买个当顶着 她不是从小来了 她都大了来了 找她呀公公婆婆 她都养母养父 原来双琴的丈夫岳少五 竟然是被双琴的公公 岳老先生收养的 岳老先生告诉我们 由于她和老爸 只有两个女儿 没有儿子 受传统思想的束缚 竟然介绍 收养了当时 已经22岁的岳少五 我听你儿媳妇说 她是说二十多岁的时候 过来的 她是怎么过来的呀 因为我没有事 这代仗介绍来了 自发也没有杀手 未来是她打了 给她下了苦 过来 后果是在这儿吗 十七八年 十七八年了 给你养老送终的 我听她说 她的你老伴走了之后 她都没有到场 没有了 她也会很细腻啊 是不是 就像你走了之了 你送的钱又傻发 提起这个杨子 岳老先生是满心的失望 周围的邻居 更是为岳老先生感到不值 老杨你不是叫你 跟我杨老送终的 老头在巴有病 他一时就这么过来的事 老头躺着了 给你打电话 你说了 那我到河路就回去了 我等的一天也不难 要给他打电话 都到我们那个墙子过来了 到这个墙子还不难 火了你不管 这路你还不乖 你可做这种 若要你弄啥的 不管怎么说 人家生活了十几年了呀 哪能这样 这全部做女的 把他的家庭都给跳滑 热心的邻居告诉我们 其实岳老先生的 杨子岳少五 以前也还不错 就是因为出轨之后 与第三者私奔 才会对这个家庭 不管不问 这个女的 他有家庭没有 那现在他俩在 起了那边的丈夫 知道不知道 知道 他俩和这个新乡 都在那里 那去两千人 我把那个女方 他本家的这 我给他击中击中 我过来的是 跟他做个兄弟 跟他给他 他一下下午的 我把你拿来 他短方的人 把他扶你拿走 到家人也不说 你把个人拐跑了 你不要说 跟兄弟 把你的兄弟也把人拐跑了 我现在到家 谁不到家 都好 我过来去了 都不该 他的女的要走了 把一个手头 跟村留着 人赶我去 找个庭医会 那女的说 我拿人头 把他乘两天 就叫小伙回家 一会儿听到 这些天都没来家 双心告诉我们 丈夫出轨的事情 如今已经闹得 村里人尽皆知 那大夫不听不着 人尽皆知 他不是在一家的时候 都闹成啥一样 都闹得不行 那就这都做 那边有个市民 哪有孩子呀 月闺女月秀的 哎呀 这边也是俩孩子 嗯 那你们觉得他这样做 不合适不合适 不合适吧 不合适 他是俩的 合适不合适 他总有他家也都是那个 他也活不到 我老后 他也活 赞后子也活不到 村里人 村里人告诉我们 他们根本就不看好这段婚外情 因为双亲丈夫月少五出轨对象叫做燕霞 而这个燕霞离他们家太近了 两家距离还不足五十米 原本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近邻 双亲的孩子和燕霞的孩子还经常在一起玩耍 然而如今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你那个儿媳妇 不管多事 啊 不管 不管这个事 他也不来 他也不来 也对儿媳妇不忘心忘了 他不顾他 喝了 我就顾他 那这几年就孩子谁照顾了呀 他爸来 他爸照 他爸不来 你就就燕霞 燕霞的公公对于燕霞真是一肚子的不满 老人的心情我们也可以理解 然而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是 双亲也算是这场风波当中的受害者 但是燕霞的公公却对双亲非常恼怒 而且双方很快就吵了起来 老人的情绪非常的激动 而双亲说的情况也实在让百姓条权无法相信 即便老人儿子不在家 老人也不可能看着儿媳妇与别的男人住在自己家里呀 然而双亲却一口咬定 丈夫曾经在燕霞家里住过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百姓条权赶紧让双亲在一边等着 我们把老人劝回了家 同时也见到了燕霞的婆婆 儿媳妇去哪了呀 不知道 她没有事 她没有拉过 这几两年也没有给你们打个电话 问问孩子 没有 听咱村里人说是 您的儿媳妇跟她丈夫 关系有点不正当 这等老了就管不出了 都全是她不听了 我说你管不出她 那是成年给我外头打工 坐着雨了就俩喝 不是雨了就俩喝了 早就给你离婚了 离婚了就离婚 不离婚了 你跟她过来就过来 你早就走你就叫你 不回去叫 两位老人告诉我们 儿子现在是为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所以没有对于儿媳宴霞提出离婚 都是相礼相亲 这件事老两口其实也早就想有个了结 都是因为双亲的种种不理智的举动 才让事情一直拖到现在 我都跟你说好了 我说她 你的和我也那么高了 她的和我也那么高 说了就都当地拖了 你都 你是不是 不要说说不是 你那一回就这样一回 那一回就这样一回 我说我一家 嗯 给花钱 嗯嗯嗯 我我的人婆家 我的门口给她 对对对对那家 对我的门口 对 你这时候 兄弟的叫妈来 叫妈来 你看这种 我老好觉 你儿媳妇不在家 他也这样做吗 没在家 没在家也这样做 你故意气你们老两口 他要不说的 要不接我说 大头 提起双亲的种种举动 老两口的情绪都非常激动 百姓条卷也觉得 双亲的做法有些不妥 应该跟他家人统一战线 但是呢 你不管有女的 在家也好 在家也好 你看你做人家行 跟人家倒垃圾里 跟人家放花圈里 又是骂人家里 一闹人家老两口 也没法正常生活了呀 现在恨你也恨你入骨了 他那家了 他不叫人家老公那家 我我 我天皇不天皇 我不就糟蹋了事 嗯 他说二十五年辣骂了整整一天 我糟蹋呀 你闹完了不咋 转到一起 有啥用呀 你跟他这两家的关系 搞好一点 让你们两个 两家连亲手来 把那 把你丈夫跟他的媳妇弄回来 把俩分开 然后各回各家 好好过日子 这才行 虽然双亲的做法 确实不理智 然而 对于双亲的遭遇 调局员也是十分的同情 我们希望 宴霞的公共婆婆 也能够放一放心中的成见 他骂他是因为觉得 他跟他丈夫可能是关系不正当 可能缺不过 因为他的家庭也散了 所以说有点 有点情绪压不住 他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也挺有可原 我们今天过来呢 也是想着看看 找找你儿子 看看你儿子 能不能跟我们去趟郑州 找找这两个人 把他两个人劝回来 好好过 对不对 那那个男的也回家好好过 让你家的儿媳妇也回来 好好地照顾孩子 这样的话呢 你两口 两口的负担也轻一点 要不然的话 真大年纪了 还要帮他照顾孩子 就是 是不是 有儿子电话没有 没有 我也不会打电话 他都没有给你留个电话号码 没有 老两口无法联系上自己的儿子 也不清楚儿子工作的地方在哪 我们只能无奈地离开他们家 下一步 肯定要想办法找到双勤的丈夫 和他的女友 那么茫茫人海 我们该往哪里去找呢 茫茫人海 寻人举动何取何从 他不是说前一个军事 还在场里面见过他吧 费尽周折 多方寻找是否会有结果 我们过来找个人 就原来一个公反了 你好 百姓条姐的 去而复反 一片痴心 能否得到回应 原来跟您口号 你放不下他 百姓条姐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正在为您讲述 上节节目当中 求助人双勤告诉我们 他结婚了18年的丈夫 跟自己邻居的媳妇私奔 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 不仅不管养父母 也不管自己的两个孩子 由于双勤曾经做过 一些不理智的举动 所以邻居对于双勤 很有意见 在解开了他们心结之后 双勤带领着百姓条姐员 去寻找他的丈夫 行驶了一个半小时之后 我们来到了 郑州西郊的一家工厂门口 双勤告诉我们 丈夫和他女友 都在这家工厂里面打工 在与开门师傅协商之后 双勤的亲戚 得以进入工厂里面找人 然而20分钟之后 我们得到的 却并不是好消息 就在我们去调解的 前一天晚上 双勤还曾经跑到 丈夫租房子的地方查看 确认里面还有灯光 那么白天出租屋里 有没有人呢 你是咋早到这儿的 哎呀 他跑去就吃了多了 他吃了 吃了这里面 这里面有人呢 人家弹了 弹了几天了 几天四五天了 你是刚搬过来的是吧 搬了多少天了呀 搬四五天了 四五天了 出租屋里确实有人 出租屋里确实有人 然而却不是双勤的丈夫 此时双勤又看到了一旁的房客 原来他这儿住的那个男男 你认识不认识 他回家了 他回家 那他没有呢 他再回那的话 回到老家中 走了 电池也装走了 电池也装走了 啥时候装走了 回老家了 回埔阳了 我没有见识 我见识他 我见识他有灯啊 你没有确定的 到底是谁在里面 你以为是他 工厂找不到人 租房的地方又换了人 寻找丈夫的双勤 顿时有些绝望 然而百姓条权 却并不愿意就此放弃 几经周折 我们联系上了出租屋的房东 希望能从他那里 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你这次要租房了 签协议了啥了 有没有留他的电话 在我们劝述之下 房东热心的帮我们寻找 双勤的丈夫之前留下的租房信息 我们终于得到了双勤丈夫的电话 对不起啊 有个怀疑多好 是不是都不需要 我找这个张元红的 原来这个租房登记 登记着张元红 那我啥租 小米呢 小小伟 不登记 不登记 你可能打算 那你那电话话吗 我还啥租记了 这什么的 登记着张元红 你那是不对 声音像不掉他的声音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声音 费尽周折 拨通电话 然而接电话的 的确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房东此时也没有办法了 不过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 我女士小镜老 他半生说 弄了一个 在城河车 点点味都着急了 一样 撤不辣 拿来不回去 那估计都离开镜州了 回老家了 我听到说 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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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勤的丈夫 原本老家是河南埔养的 然而具体在哪儿却不得而知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寻人工作又该何去何从呢 你有啥打算 有啥打算 你怎么办 我都还想去 去他那场流 今天他估计了 他表弟 表弟跟他场流 执着的双勤仍然不愿放弃 百姓条权也想抓住这最后的一线希望 我们有驱车返回到双勤丈夫原先工作的地方 飞进口舌之后 我们终于得到了双勤丈夫表弟的电话 让而无论我们怎样拨打 这个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寻人工作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此时跟我们一起跑了一天的双勤的儿子 也有些沮丧了 你这一年多都没有见过他了 想不想他 对 我跟姐姐都疼过 你现在有什么话跟爸爸说吗 就说叫他回家了 跟妈好好过 就说叫他回家了 突然他不回去 你听到这话的时候 伤心不伤心 伤心 不管你爸跟你妈 他俩是什么样子的 我相信你爸的心目中 他肯定还是想着念着一个弟弟的 但不能怨他 不能怪他 不能恨他 他肯定有他的苦衷 怎么你下次有机会见他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跟他谈一谈 聊一聊 告诉他家里面离不了他 你和弟弟也离不开他 是不是啊 两个孩子对于父亲的渴望心情 让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就连双勤丈夫的亲戚 也都心疼这两个懂事的孩子 现在他的婚姻是命寸失望 他过一不过 无所谓 这些还喝 怎么办 你把他叫大哥 人家是比呢 现在他家务情况 你知道 他娘了去年总现死了 他别的心脏调整 比平常也买一本 现在用姚的维持 说不定那一天就回去了 自己能给这两个留上长老 去给媳妇 我这姚人家 人家做媳妇不做 人家俩哥哥都好好过 我说当时 准备喝啊 能新个媳妇了 我说咱家的咱们家 咱家家都有 人家就得解决 叫他把这事过来 先把手帮忙他 帮忙他把他俩还得养大了 帮他度过这个难关 我的心思是 希望叫他过神 叫人家 亲戚的一片心意 双勤也明白 然而双勤却并不认为 他的婚姻已经名存失望 你这俩给你 看好呀 早晚把他要吃了 他都出门了 他要吃了 你是一心一心想把他找回去 好好过 那么小了 都房地了 你能找到 你是不是来了很多次呀 来了多少次呀 那么算了 花了好几天了 找他找了也不容易呀 炒了这么多次 花费这么多 你也觉得都是值得的 都是 我还喜欢找他 找找回我还不去死心 他这两年都不管你 不管孩子 不管爹娘了 你觉得值不值 对 我还这么懂 做他 人家给你口 你放不下他 嗯 双勤的执着让人敬佩 双勤的痴心也让人惋惜 惋惜他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 你得看看这个男人 他值不值得你再跟他一起生活 如果他值得的话 你就去努力 如果不值得的话 咱也果然的放弃 能追回就这样追回 追不回了 咱不要他了 咱只寻找咱自己好的生活 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照顾家人 好不好 事情一到今天那个程度上了 咱也得进行进行进行去找 找好之后 对你说说 他俩的婚姻 能过就过 进步能过了 最起码把他俩孩子的事 给安排好 他这个躲到天安海角去 这孩子也是他的孩子 他也得管 在回去的路上 调解员的心里并不平静 我们希望 双琴的丈夫 在看到节目之后 能够主动出面 给双琴一个交代 给两个孩子一个交代 给自己的养父一个交代 承担起自己 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